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说一个国内的事情,讲一下马宝国 这个人是这两天被人民日报点评批评了 本来他是个工人,后来跟几个人学了一些拳脚 去英国,回来之后就自诩大师,所谓的开山立派 并且跟人约架,约架之后被一个搏击教练50岁就直接KO了 那他本人约架的时候他是69岁,快70岁了 无关这个比赛结果,但是他被KO之后一拳倒地 起来之后一只眼睛肿着,说我给自己打圆场 这个事情被很多人用来解构,特别是在视频平台上面 由于他讲这段话的口音,神态,表情,还有这个眼肿得这么大 被人KO了嘛,再加上整一段话的讽刺被人家KO了 还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别人是不讲武德,是偷袭他 明明就是有裁判,说开始的时候,说什么偷袭 这样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差效果 这样引来了非常多内容的创作者,就这个东西进行了二次改变 天佑家族,就基本上偏离了原来的这个样子 只是用他的形象,画书,语气进行一个带入的二次创作 由于庞大的流量,就有人看到了商机 就逐步地去采访他,试图还原当时的真相 然后再挖出他的过去,挖一些好的料 然后再专门专访他,试图洗白 甚至在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他之前,已经有某些平台,专门联系他,就是把他当明星一样 因为准备让他直播其中的一个,他的像抽风一样的他所谓的武林决计 叫闪电变,他的武林决计就是 像这样 那么人民日报并没有把批评他的重点放在他是招摇撞片上 这个并不是问题的核心 核心在于大家对这件事情倾行了解构,进行了二次创作 其本身的动机和含义,绝对不是去鼓励或者赞扬他的这种行为 也绝不是认同他觉得自己,我这是真功夫 他去英国,教外国人也是这么教的 然后专门雇外国的某一个搏击比赛的选手 然后他的家人说,你就满足老人一个愿望吧 然后让他们演戏 他就打败了英国的拳手 我以此为要,我打败了英国人,干这种事情 那么犯法没犯法的 这相继可能的两个罪名,一个是诈骗罪,一个是招摇撞骗罪 招摇撞骗罪,你得假冒国家机关人员谋求不法利益 那他肯定不是,他我是大师 他又没说他是公职人员 那么诈骗罪呢,也不行 因为他那些学生是真的相信他有武功 元美日报呢,就他招摇撞骗这个四个字是明确的下了定义的 但是他的确不涉及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 但抨击的重点在有人想要洗白他 并且把他放上一个流量明星的高度 甚至呢我们看这边啊,这个趋势很多人说 哎,治不治愈啊,人民日报要点名他 他一个江湖骗子,治愈的 16万人啊,这个大业就是功夫差点 其他没啥大毛病 因为别有用心,专业的啊,帮他设计的各种对白也好 采访也好,直接就被围观的群众认识为 哎,也就是功夫差点嘛 那你要是能这么洗白的话 宋朝数一数二的奸臣蔡金 他可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菜 当然也有人说是菜香啊 到底是蔡金还是菜香,我这里不争辩 但这两个人的字写的都是非常好的 蔡金就是单凭他的书法造诣 放在里面并没有多少突兀 另外的人比方说汪金卫 按据说马大师人不错,对吧 这人心胸可以 汪金卫的诗词造诣呢也是相当之高的 陈寅确,钱中书都给过非常高的证面评价 人家文学造诣可以 但我们可以因为他的诗词写的好 就反转对他的历史评价吗 当汉奸就无所谓了,是吧 给日本人当走狗 我套用一下这个高赞评论这三个啊 除了当汉奸,其他没啥大毛病 汪金卫其实诗歌写的不错 这人长相可以 好,虽然我举这些例子 完全没有说马宝国他招谣撞骗 严重程度相当于卖国去了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 即便是对一些公众普遍感到厌恶 感到不满的 极端到卖国贼 极端到汉奸这个程度 也是有人去帮他们洗白的 给汪金卫洗白 那叫阿曲献救国 给蔡金洗白,哎呀,他也有难言之意 给毛宝国洗白 专门叫写手去写的 就挖他的历史 在什么学校读的 现在这个学校是什么学校 还不错 年轻的时候长得还帅 就挖这件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 用这种试图转移视线的方式 来淡化 他是江湖骗子的事实 类似这种因为迎合了大众的神仇 好奇或者猎奇的心理 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或者是流量当口的人 其实是非常多的 一波接一波 之前我们说有偷电动车 偷了一千多辆电瓶车 被逮了之后 一个手铐靠在铁栏杆里面 大烟不惨 待在家里 别待在家里好多了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 他是一个狗 他也曾经被推上流量的高峰 但是他却选择了跟马宝国不一样的路子 马宝国是 我火了 那我更要炒作自己了 推波助澜 这资本洗白 他临近出狱的时候 已经有某些公司 豪车合同准备好了 就等着他 一出狱 马上安排直播 两百万年薪的合同 他偷一千多辆电瓶车 因为被逮捕的时候 大言不惭 不知悔改 走红了 结果服刑完之后 有两百万年薪的合同 当然他出狱的时候 已经非常明确的说了 我就想回家中兄弟 陪陪家人 也的确是没接受 这些所谓的合同 去当所谓的流量明星 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假如他真的 去当了一个流量明星 而看他的人 并不是知道前因后果 带着一种解构主义的 带着一种消费的态度 而是片面的 选择性的解读的一些信息 哦 偷电瓶车 只要造型够奇怪 语音够俏皮 然后在被逮捕的时候 大言不惭 叫媒体来曝光 这样呢 我在里面待个没几年 出来之后 就有两百万的合同了 这意味着什么 对未成年人 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非常诧异的发现 去采访城市里的孩子 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我想当网红 我想当老板 我想当明星 但是如果他们 看到了这个人之后 我们的心底 是否封城了一个 你都不敢去想的假设 有一天 你的孩子会对你说 我长大想去当罪犯 不要低估一个 看起来很小的隐患 可能会造成的巨大威胁 白天不上班 那你就跑到个广场上 脑袋下面点一个锅 所谓的能够增加天人感应 提炼自己的修为 这事听起来很陌生吗 很陌生的话 那年轻的朋友 听说没听说过 李一道长 龟西神宫 亡灵带尸 空盆来蛇 这个听起来不陌生了吧 如果这个还陌生的话 短视频平台上面 那些到处都是的 浪费粮食的催涂大卫王 或者什么三天之内 徒为社会人 再不就是什么 秘制小汉堡 Oligate 不陌生吧 如果是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孩子 我们整个社会 欣喜一股 要去学习他们的风潮呢 大家再给那些 购买了昂贵食材 吃了之后 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面 在吐出来那些人 点赞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同样是我们的同胞 都不是成年人 孩子 一日三餐 除了土豆 什么都没得吃 再给那些 为了让自己的脸 再瘦一点 下巴再尖一点 眼睛再圆一点 大一点 不惜在自己脸上 不知道多少刀 打不知道多少乱七八糟 的化学物质的人 点赞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同样是我们的同胞 孩子 走路去上学 冰天雪地 等走到教室的时候 眼睛上面都是霜了 可以 有人洗地 表示不满 甚至是嘲讽 说 你能管得了网站 你还能管得了 观众爱看的谁吗 美国的历史 就这样的论调 给出了完美的 零分答案 著名的西皮式运动 伴随着美国去越战 提出所谓的叫 爱与和平 本来这四个字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从一开始 简单的反战 在各种文化产业 资本的运作 烘托和加速下 最终演变成了 美国近代历史 数一数二 国内的社会动乱 和文化浩劫 从一开始的反战 反权威 结构主义 最终演变成了 反一切文化 反一切社会结构 无数本来有着 盛长事业 学业的人 加入了这场运动 享受所谓的音乐 或者叫释放自我 怎么个释放呢 无非是毒品 暴力和性 最终的一切 是怎么结束的 美国脱离的月战 花光了所有钱 并临饿死的嬉皮 是意识到 自己如果再不去工作 可能人都没了 而那些已经 太过习惯于药物滥用 毒品 酒精的麻醉的人 已经没有办法 或者不能鼓起勇气 重新接受一个 正常社会的人 最后就在昏暗的小巷 击脚嘎来里 病死 饿死了 那些还保留着 一些社会关系 就已经习惯于 政府救济 不愿意 再重新靠自己的双手 去有一个 正常生活的人 留下了一个名字 一个响亮亮的名字 叫做垮掉的一代 我无意去评价 任何一个美国公民 行使自己自由的选择 甚至新冠疫情中间 我们已经充分的 领略到了什么叫 生命成额位 自由价格高 但是我要问一句话 美国的经济 文化遭受的沉重打击 父母全都是 嬉皮式垮掉的一代 成长的环境 就是要过来用 毒品性交易和犯罪 给孩子和自己 这么一个垃圾的生活 教育成长的环境 这一切应该谁来买单 我们今天可以对江湖骗子 马大师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那明天或许就可以对 为了博出位 故意去犯罪 犯一个比较小的罪 备来之前呢 专门花钱啊 雇这些无良媒体来报道 然后就开始大言不惭 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吃两年遵纪守法的人 纳税养他的劳贩 出来之后 我可以当主播了 百万年薪 对他们也可以网开一面 那更可以网开一面 你可以叫那些 天天中国不行 中国人有劣根性 中国人要反思 那帮公知去管教育 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等你到时候打开电脑 翻出手机 看到的全员都是什么 假大师 卖假药的 表演跳楼的 表演吞玻璃茶子的 炫耀自己坐过牢 口出狂言的 在那边拼了命的 搞软色情的 全都是这些人的时候 如果这些 现在帮马瓦国洗地的人 还可以悠哉悠哉的 在网上键盘上面 打出这样的字 这样的社会也不错 那我也可以悠哉悠哉的说 你们的心胸真的可以 但那样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被允许 发生在中国 感谢观看